上一讲我们谈了文人读书山林的这样一些生活情景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来谈一下与上一讲有关的文人读书山林的另一种情况 那么就是有关隐意和中南洁净的一些情形 这个读书山林呢实际上就是过着一种半隐意的生活 在这样的一个读书过程中呢 不能不提的是大名鼎鼎的孟浩然 孟浩然呢一生读书于山林之中 实际上应该算是一个隐士了 孟浩然的家呢住在湖北襄阳城外 他的宅园叫建南园 孟浩然在建南园既是一脚上人这所诗中 非常自得的写了这样几句话 他说 碧炉在郭外 宿叶为田园 左右临野矿 不闻城市轩 吊杆垂北剑 乔畅入南宣 这里边写到了建 建在乌北 所以称为北建 乌呢在建南 所以叫建南园 这个北建呀是可以行船的 所以他经常乘着船只 从这条建出发到各地有赏 比如他写有北建泛舟啊等等 一些诗作都写他 从水上眺望各处山川的这样一种感受 襄阳除了这样一个北建 还有几处名山 这几处名山啊 有很丰富的自然物和人文 这样一种积淀 比如在他的附近 就有一座非常著名的路门山 这个路门山啊 有一个东汉后期的隐士 叫庞德公 庞德公当时他的七隐之地 就在路门山和旁边的县山之上 据后汉书的《一鸣列传》 记载 说庞公是南郡襄阳之人 距县山之南 从来没有进过城市 后来荆州刺史刘表 听说了他的大名 就来离请他 但是呢 庞德公拒绝了 他平常就与诸葛亮 与司马辉这样一些人 相友善相过从 后来就带着自己的妻子 来到了路门山 采药不返 孟浩然呢 对庞德公怀着深深的敬意 所以常到此山啊 来造访 他有一首登路门槐骨 其中就写到 说是西文庞德公 采药谁不返 从诗中的情况来看 孟浩然啊 当时还没有到路门山隐居 但是从他后来 写的一首作品 叫夜归路门哥来看 他已经把家 安到了路门山上 因为诗中用了一个龟字 只有家在那里 才能说龟 除了路门山之外 还有一座山 就是县山 这个县山啊 在襄阳城的东南 也非常的有名 据原河郡县图志 的记载 说是当年啊 杨户 镇襄阳 曾经与他的属下 经常登临此山 杨户呢 是西晋的大臣 曾经镇守襄阳 据说呢 他每逢风景 夹历之日 一定要来到县山 治久永来 而且是终日不倦 有一次 他曾经非常感慨的 对他的部下 说了这样的话 自由宇宙 便有此山 由来贤达盛世 登此远望 如我与清者多矣 戒阴灭无闻 使人悲伤 如百岁后有之 魂魄 幽阴登此山 从这段话来看 这杨户呀 对县山感情 非常之深厚 死了以后 他的魂魄 还要在登临此山 那么 由此也可见 这个山的美丽 由于杨户生前啊 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 在他死了之后 襄阳的百姓 为了纪念他 就给他修了一座碑 每到节日的时候 就来祭祀 说是望其碑者 莫不留涕 最后就把这个碑 称为 堕泪碑 孟浩然来到县山呢 也 看到了这个碑 所以他在 《与珠子登县山》 这首诗里边 就写了这样的话 人是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圣记 我辈 赴登临 水落 鱼梁浅 天寒 梦则深 阳功 悲尚在 独霸 泪 泪 沾 沾 金 从 阳护镇 襄阳 到 孟浩然 登 登县山 这个时差 时间的间隔呀 是四百多年 而阳光的碑 还在 时间的巨手 能够抹平一切 但是抹不平 攻在民心的前嫌 所以 孟浩然 看到了 堕泪杯之后 就感慨不已 他还有一些诗作 表现 他对 县山的 这样一种 爱慕之情 与县山相比 向阳城外呢 还有一座山 叫万山 这个万山 没有 路门山 和县山 那么大的名气 游人呢 也少一点 恐怕也正是 由于此 那里的白云啊 就显得特别的纯净 特别的飘逸 更能衬托出 隐世的性格 孟浩然 写了一首 秋灯万山 记章五 这首诗写得 非常的好 是这么写的 北山 北山白云里 银者 自一跃 相望 世登高 心肥 燕飞灭 愁音 伯木起 清世 清秋发 实践 归村人 平沙 渡头歇 天边 树若其 江畔 周如月 何当 载酒来 共罪 重阳节 一座山 能够催生出 这样一首诗 也不枉 他在天地间 矗立了一回 山鸾有灵 他守候的 应当 就是这么一次 诗意的注释 果然 名气不大的 万山 经过孟浩然 这么一次 不算 偶然的 注目 他便从 地理 走进了 文学 从襄阳 走进了 世界 孟浩然呢 就是在这样 一种美丽的 让人几乎窒息的环境里边 隐居 读书 作诗 悠悠的青春梦 一直做到了40岁 所以 有人就说 这个孟浩然呢 非常的赞多名利 无意进取 他就是一个 隐士 那么是不是 这么回事呢 应该说 这话 有一定道理 但是 又不尽准确 说有一定道理 是说孟浩然的性格 比较淡薄 他确确实实 比同时代的 其他人 淡薄名利 说他不尽准确 是说 孟浩然 并不是 全无 示尽之想 在他的 一生之中 有一度时期 示尽的 愿望 还非常强烈 在唐代 一般的文人 大约到了 20岁前后 都对 长安 对当时的帝都 有一种 强烈的 向往之情 而且 把这种 向往 化成了 实实在在的行动 比如 高氏 说他 二十 解书见 西游 长安城 呃 汪伟 到长安的时间 更早 他有一首诗 叫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其中 有一 剧 名剧 叫 每逢佳节 被私钦 在 这首诗 后面 他自著 十年 十七 就是说 王维 十七岁 就已经 到了 长安 与他们相比 孟浩然呢 竟然在家 也就是在 位于 山林的 这样一个家中 一直待到了 三十岁 在 人生 七十古来戏的 唐代 这个 孟浩然 半辈子 住在 乡下 住在 山林 已经是 不同一般了 更何况 他还是一个 从来没有 走进 官场的人 以至于 旧堂书 的 编者 在给他 写传的时候 没有 多少 事可 记 只写下了 寥寥四十五个字 孟浩然的传 是这么写的 说 孟浩然 隐居 路门山 以 诗字 是 年 四十 来 尤京 诗 应 近史 不地 还 襄阳 张九龄 为什么 这三十载 要苦学呢 实际上 应该说 也是在为 应举 做准备 应举 做准备 只不过 孟浩然呢 由于 很少 外出 很少 到城市 里面去 所以他 结交的人 相对 要少一点 在仕途上 没有 得力的 举荐者 这由他的 另一首诗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首诗 是很有名的 叫 望洞庭湖 赠 张丞相 其中 有两句 说 玉渡 无周急 端居 此圣名 做官 垂吊者 徒有 献于情 在这里边呢 他希望 张丞相 能够成为他 持入 幻海的 周急 没有 周急的话 就只能让他 这个 也想在 官场中 一世 伸手 的人 徒子 仰天 长叹 而隐居 不是呢 又实实在在的 对不起 这个 已经 给了人 无限 希望的 圣名的 时代 在 三十岁的时候 他还写了一首 叫 田园座 田园座呢 写的就更详细了 说 香区 香区 无知己 朝端 罚 亲 雇 谁能 为 杨雄 一 见 肝 全 腹 在 乡间 没有多少知己 在 朝廷 又没有 什么 亲 雇 那么 什么人 能够 为 像 杨雄 一样的 我 来推荐 一下 我的文章呢 从这里边看 这个 孟浩然啊 确实 还是 有 相当 强烈的 出示 愿望 但是 孟浩然的 机遇 实在是 太差了 四十岁这年 他来到了 长安 考进士 结果呢 没有考中 在长安的时候 他碰到了 王维 王维呢 和孟浩然 一直在文学史上 并称 两个人 相交 莫逆 据 也 也史记载啊 孟浩然呢 来找 王维 王维在朝中 当职 正在 两个人 谈论的时候 唐玄宗来了 孟浩然就 赶紧躲了起来 因为他是不一 是不一 见天子的 那么 玄宗来了之后 孟浩然 不得已 被王维 叫了出来 给 玄宗介绍之后 玄宗 非常高兴 呀 说我早就听说过 你的大名 最近写了什么 好诗没有啊 孟浩然就给他 朗诵了一首 自己的诗 其中 有两句 叫 不才 民主器 多病 故人息 玄宗听了 就不高兴了 因为 孟浩然说 不才 民主器 不才是谦称 而自己 被民主 给抛弃了 这实际上 等于是 逆了皇帝的 龙林了 皇帝不高兴 说是 朕不弃清 清 自不求进而 我没有抛弃你 是你自己 不来 求上进 从这以后呢 孟浩然 就告别了 长安 回到了 自己的故乡 那么 从长安 回来之后 他接着 就到了 月中 他有 《字落之月》 这样的诗 是 山水 寻吴月 风尘 雁落经 生性 喜游山水的 诗人 便有 吴月名胜 对吴月的美景 非常的 新鲜 非常的爱戴 但是呢 平心想了一想 孟浩然 还是觉得 自己家乡的山水 要胜过吴月 于是 他回到家乡之后 就写了一首 《灯望楚山最高顶》 其中说 山水 观行圣 襄阳 美快级 如果来看 山水 行圣的话 那么 襄阳 比快级 还要漂亮 于是呢 孟浩然 就已对 自己家乡 对山林 无比留恋的 这样一种情怀 继续 在 襄阳 隐居 直到 最后的去世 孟浩然的家乡 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 他一直 流连到中年 才肯出山 也因为 他的雇员 太教人 陶醉了 所以 孟浩然 只应了一次举 落地以后 不像是其他文人那样 一耳再再耳三地 向长安 进发 他一去长安 极为诀别 如果说 长安失去了 孟浩然 对孟浩然的试尽 来说 是造成了 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但是 从 诗歌 文学的意义上 长安失去了 孟浩然 应该是 长安的不幸 而是孟浩然的大幸 也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孟浩然的一生 虽然有过失望 有过惆怅 有过不甘 但是 没有大的悲愤 他的一生 在唐代的花季岁月中度过 开元元年的时候 他24岁 开元28年 他去世 他没有看到 天保年间社会危机的降临 他所处的是非常清明的 政治风气 幽静的自然环境 而清高的人格理想 所以这些 构成了 孟浩然 一首很有名的诗句 一首很有名的诗句 中堂的白居 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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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孟浩然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是这么写 是这么写 我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文 红颜 气 喧勉 白手 握松云 岁月 贫中盛 泥花 不适君 高山 安可养 吐此 一清分 在李白眼中 孟浩然 何等的风流倜傥 何等的洒破不羁 首先说 我爱孟夫子 给孟浩然称为夫子 一方面 孟浩然比李白大 另一方面 也说明 李白对他的 这样一种尊崇 用了孟夫子 而又用了爱 说明 对他 非常的 敬仰 说他风流天下文 这个风流 不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这种风流 而是 风流不羁 风流倜傥 非常 俊逸 洒脱的 一种人格 红颜 说他年少的时候 就气 喧勉 就放弃了高官 放弃了 示进 到了白手 头发都发白了 卧于 松云之中 一个红颜 一个白手 对举而出 对孟浩然的一生 做了一个评判 换句话说 孟浩然的一生 就是在这样一种 远离官场的 山林 旷野中 渡过的 所以 孟浩然 可以说 是 唐代 在山林 读书的 文人中 一个非常 典型的例子 他 他 与其他 世人 不同的 是 他的 师名 非常之大 而他的 一生 又从来 没有 踏进过 官场 他就是 以一个 不一 世人 或者称为 隐义 世人 这样的身份 而度过的 在这一点上 孟浩然 倒是与 东晋 末年的 那位 采菊 东篱下 悠然 建南山的 陶浅 陶渊明 非常的 接近